这只金毛在纱窗上扒了一个洞 直接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这是要前往哪里呢 从金毛的奔跑速度可以看出他非常的着急 而且目的地很明确 不一会儿他就跑到了一户人家门口 没有人给他开门就直接踹 由此可见他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门被打开后他直接冲了进去 急匆匆地跑到这一窝小科技面前 原来他这么着急只是为了过来带娃 金毛的名字叫巴尔 眼前的一窝小科技是他的女友所生 这时女主人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看到金毛在带娃抓着他的耳朵赞不绝口 他深受这位丈母娘的喜爱 女主人看到巴尔过来赶紧把狗妈叫了出来 眼前这只科技就是六只小狗的妈妈 他看到金毛过来并不是很高兴 甚至不敢和他碰面 独自趴到一旁休息去了 原来狗妈做了对不起金毛的事情 而他却毫不知情 这时女主人出来解释道 金毛和科技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 他们一起长大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但由于我担心他们的宝宝太大不好生产 于是就把邻居家的一只工科技介绍给他 但随着几只小科技的出生 狗妈的性格大变 从心理上总感觉辜负了巴尔 甚至不敢正面面对他 可金毛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还天真的以为这六只科技就是自己的孩子 从此变成了一位超级奶爸 无谓不至地照顾着六只小奶狗 这时金毛的主人追了过来想要带他回家 结果他扯着绳子不想回去 这时让母娘出来说道 巴尔快回去吧 金毛立刻就和主人回家了 果然在亲妈和丈母娘之间 还是丈母娘说话好使 主人牵着金毛强行把他带回家 可到家之后却变得很不开心 眼睛一直望着门外 满脑子都在回忆他和孩子玩耍的美好瞬间 于是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 他又钻了出去 马不停蹄地跑到丈母娘家直接破门而入 进去之后就找他的孩子 看到孩子之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殊不知自己头上早已经戴了一顶绿帽子 狗妈看着这个青梅竹马的男人想要上去接近他 没想到此时的巴尔并不接受 假装撕咬故意驱赶狗妈 还为此差点和狗妈打起来 难道金毛意识到小颗鸡不是自己的孩子了吗 虽然很生气但不影响金毛带娃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狗妈看着他们玩耍越想越生气 都怪主人干预才落得如此下场 于是狗妈把愤怒都撒在了小狗身上 咬得小颗鸡嗷嗷直叫 金毛着急地看向主人 可眼睁睁地看着他摇也没有置举 于是金毛大声地呵斥狗妈 威胁他别再咬孩子 狗妈被男友的叫声吓倒 没想到他居然为了别人的孩子这么吼我 现在的狗妈非常后悔 只怪当初听信了主人的谣言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女主人却笑着说道 这个事情不怪我 毕竟我也是为你着想 难不成 让你给我生一窝长腿磕鸡出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